今天在瑞芳激进国小的操场好热闹 校方为庆祝操场完工启用 邀请各界来共享盛举 除了有祥师县锐和大鼓队演出 现场也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拔河比赛 有立委赖品于名枪 透过拔河运动集结用力与呐喊 象征团队的努力才能完成一项不简单的任务 也宣告5月6日校庆暨社区运动会正式启动 我觉得因为我们以前的操场就是地板容易打滑 但现在新的操场它比较不容易打滑 加上我们也要运动会了 所以我觉得有新的操场很好 也要谢谢赖品于委员 跟谢谢各个政府的帮忙 那其实我觉得内心是觉得蛮开心的 因为我常常在讲就是争取到经费 其实没什么真实感 但是因为在学校努力失作之下 它整个焕然一新 这样子现场这个使用仪式才有一种 哇我真的真的这整个操场都翻新的感觉 那也希望就是说小朋友可以用得开心 附近的居民也可以用得开心 吉庆国小校长表示 全新的操场让师生们都很开心 尤其现在下雨后排水功能极佳 几乎可以下过雨后马上使用也不湿滑 感谢立委赖品于协助争取经费 及各界大力奔走 让师生有崭新操场可以使用 周末校庆运动会也欢迎社区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来参加 新的操场成立 那我们在5月6号 要举办我们61周年的校庆 还有社区运动会 那到时候呢 希望各位观众 各位来宾 各位社区的好伙伴 都能够一起来共襄盛举参加我们的校庆活动 欢迎大家 也期待大家的光临 立委赖品于也表示 看到自己争取经费的成果 真的很开心 尤其东北角地区多雨潮湿的天气 硬体设施要回护真的很不容易 也感谢中央全力支持经费 让偏乡地区的学校有优质的运动场所 强化师生和社区的身心健康 介统为 瑞芳采访报导